另一场比赛 山西焚酒股份与上海九世展开对决 首节身穿白色球衣的山西南篮在内线稳扎稳打 球队一度建立起两位数的领先优势 第二节 上海队凭借在三分线外的出色表现 单节竞胜14分 从追赶者变为领先者 并带着八分优势进入下半场 下半场比赛进入白热化 山西队在外援富兰克林的带领下再次取得领先 此意 富兰克林贡献了全场最高的44分 其他四位首发球员得分也全部上双 121比118 山西焚酒股份击败上海九世赢得比赛的胜利